無論你現在發敏感的原因是因為內在或外在的因素的話 這個Cream都非常適合乾性皮膚去做保護和舒緩敏感 這個面霜的成份是非常適合一些問題皮膚 例如濕疹、真皮鹽或是玫瑰座瘡皮膚用的 因為這個配方裡面的成份有很多都可以做到消炎 令到敏感皮膚舒緩得到和降紅的效果 配方裡面有兩個成份做到非常消炎、舒緩敏感的效果 一個是薑黃和大麻子油 另一個成份是Beta Glucan 這個成份其實以往我一直都有說 亦都是提供吳成俊有很多文章都會有說過Beta Glucan 這個成份是可以幫助消炎之外 亦都是可以幫助增強表皮的抵抗力 敏感的話我通常會建議客人用Petty Cream 是Beta Glucan的 先噴了很多的滴水 然後拿這麼多的滴水 然後再塗 等它濕濕的時候塗 就會更加吸收 我看到還有點紅 如果真的太紅的話 就不會按摩得太大力和太久了 那你由它就這樣噴濕濕的 我剛才因為噴了很多滴水 所以就變了要點時間 對了 你看隔了一會已經變了啞光了 照鏡看就沒有那麼紅 打單看可能會更紅 之後就可以用保水精華 我會這樣用 如果皮膚不太乾 你可以這樣塗一層在表面 就要塗防曬就完成了 那我自己就再加一兩滴油 混合幾隻手指 對 亦都可以做一個谷布的 可以塗在一些 可能有鼻蚊咬 或者是甚至乎敏感的位置 另外亦都是有 Mannuka Honey 就是這個蜜露卡蜂蜜成份 它本身有一個天然的 對抗刺激蜜的一個成份 另外亦都可以幫助舒緩 以及幫助皮膚上的排毒 它亦都可以做一個全身的身體乳液 尤其是我穩金的時候 亦都非常之好 另外的用法 亦都可以厚敷當一個sleeping mask 因為它裏面有很多很好的成份 可以幫助皮膚去舒緩和保濕 那客人回來的一些評論 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自己試過有兩個客人 一起是 即是我介紹產品給他們的時候 那我一說到這個creme 我就問他們有沒有用過 那他們都一致地指著這個產品 哇 超好用 超好用 那我問他們怎樣超好用 那基本上就 他們就 一個就說 覺得用了它之後 即是馬上好像有點啞光的感覺 即是除了可以舒緩 很舒服 很保濕之外 都是覺得 好像塗上去變了啞光 那樣 因為很多面霜 塗上去是亮面的 那這一隻就不是的 譬如你塗在毛孔比較大 或者是 感覺比較油的地方 好像經常都反光的地方 那它有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是啞光 面霜效果 那 即是他們都覺得非常之保濕 那其實呢 我都自己有一點驚訝 那些客人說 這一隻很保濕 很潤的 那樣的 因為我自己呢 就覺得它 反而不是說保濕 反而它是一層 是 即是除了幫助消炎舒緩之外 它是做一個 barrier 多一點的 即是一個 阻擋 這個空氣抽走 那個面部 那個水分 那個 那個功效 是會多一點的 那所以呢 我自己一般呢 真的會建議 在塗了霜霜之前呢 即是除了你發敏感 就直接塗 洗完臉 塗完上腦之後 那但是 如果不是呢 平時的一個護理 你想它做回一個 保護皮膚 還有是 修護皮膚的時候呢 我自己會塗了水質的 和加上油質的 一些面霜 一些精華之後呢 那我現在在臉上加它 這樣才夠真係的 補水和補油的 大家如果想留意更加多天然護膚品 記得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還有如果你都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我們 大家我們隨時會有一些即時的優惠 所有的更新都會在我們貓婆藥房的Facebook 看到的 記得follow我們 拜拜